又穿新衣服了 今天又有咬安安 我把又有关到屋里去了 关了不到一分钟 出来了 在那嗷嗷的 出来了之后 知道他们怎么着了吗 不咬安安了 开始亲安安了 然后现在开始咬我了 给我妈妈打电话 我妈妈说 咬你好 只要不要安安就行 我天哪 这是我亲妈妈 给安安悠悠做个磨牙棒 这里边是加了一个火龙果的 果汁 所以是这个颜色的 弄成了这种的卷的重 一会儿放到烤箱里烤就行了 这种就是一个单纯的磨牙棒 应该烤出来很硬 现在已经把这个磨牙棒放进去了 安安悠悠的磨牙棒做出来了 好硬啊 和石头一样 希望他吃了这个磨牙棒以后不要再咬人了 一会儿亮亮把它装到盒子里去 现在就洗一个盒子去 刚喂孩子吃完 带鱼还有米饭 昨天给他们做的这个磨牙棒 这两天浑身都是伤啊 昨天做了两个这种磨牙棒 还有一个在楼下 做这磨牙棒的时候 然后把自己给伤着了 起了个大水泡 然后前两天做土豆的时候 把手给削到一块皮 真是太难了 估计这个大水泡 这两天是削不下去的 我昨天觉得不太重 但是没想到今天起水泡了 这么严重 张婶张婶一样 为了治这个悠悠咬人 希望我做了麻牙棒之后 他不咬人 你看这俩在这干啥呢 哎呀呀呀呀呀呀 你俩干啥呢 你俩干啥呢 那那那给你俩吃这个呢 什么都得给翻个 你自己拿 你拿这个 拿这个啊 那行 你吃完怎么又往里放下张婶一样 那拿过来盖上盖子 我盖上盖子啊 我本来以为这磨牙棒 十几分就好 但是没想到 我忘了 昨天烤了 一个小时这磨牙棒 你俩可别啃掉了 看我们安安悠悠今天穿的新衣服 张婶你坐下看 哎呀 哎呀 哎呀呀 嗯 给妈妈 给妈妈 给你在你嘴嘴嘴里的 在嘴上吃的 给我吃 谢谢 谢谢 给妈妈吃谢谢 又拿过来了 谢谢 比石头还硬 你给我啃吧 肉骨头 嗯 热骨头 又来给妈妈了 热骨头 热骨头 吃完了 谢谢 谢谢 又来给我吃 你自己吃吧 你自己吃吧 行不行 好了 你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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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给我吃 这两个小祖宗睡觉了 看啃那个磨牙棒啃的 脸上都是胡扯的 安安也睡觉了 这俩孩子从来都是一块睡一块起 刚才我把安安哄水没到五分钟 又有自己躺下晚上睡着了 我把安安放到这个屋里 一出现盐 又又躺在那个 不是沙发上 躺在那地上 枕着枕头自己睡着了 哎呀 睡觉的时候 太安静了 觉得少了千钧万马呀 我也可以休息休息了 这两天天天是我在家带孩子 周末连这三个周末 都是我自己在家带孩子 每天晚上也是我自己带孩子 哎呀 我都快累趴下了 抽空还得去处理各种的 工作上的问题 还做烘焙 然后还得编辑视频 还得直播 哎呀 我觉得我自己都是个超人了 但这样生活挺充实的 虽然没有一点自己的时间 但也还行 孩子睡觉了 我趁这个时间 吃点吃点这个饭 这个已经做了两三天了 反正这个 这个除了我吃没人吃 别人都不吃我做的这些中国菜什么的 他们觉得不好吃还是怎么着 咱们不知道 反正人家都不吃 已经做了两三天了 还在这放着呢 我得赶紧把它吃了 要不然就坏了 里边都是排骨加土豆 你说真是一方许土养一方人哈 咱觉得这土豆排骨很好吃是吧 但是人家外国人觉得不好吃 人家也不吃 所以还是我自己吃吧 你说我我做饭吧 哎呀 做了饭之后 我可能你像这种的 我自己吃的好 我能吃个像这种做的比较多的土豆排骨 我估计我得吃个一两个星期 一个星期 人家都不吃 就只有我自己吃 哎 现在的话 现在开始培养安安悠悠 来吃中国菜 要不然以后的话 我做这些中国饭都没人吃 大妹子肯定不吃 因为人家吃惯了泡菜 人家觉得泡菜是吃最好吃的 我婆婆也不吃 我婆婆对泡菜那个 那叫爱的一个生辰呢 出去旅游她都得带着泡菜 去欧洲旅游 去九州岛旅游 去九州岛旅游 啊 九州岛旅游没带泡菜 带了苏子叶什么的 哎呀 我天哪 那叫一个生辰呀 这个对这个泡菜 今天给孩子整的这个鱼加米饭 孩子没吃了 这米饭我不吃了 把这鱼吃了 哎呀 当妈妈真不容易啊 我记得我妈妈当时的时候也是 她把刺都挑挑吃了 然后给我鱼肉吃 现在我也是 哎呀妈呀 刚要吃饭了 悠悠醒了 回来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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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憋著我一兩個小時 一直等著他爸爸來了我再去 你看這魚還吃不 還吃不吃這條魚 我來吃不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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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完飯人家孩子又睡著了 這個睡功不了得 抱著他吃完飯現在睡著了 怎麼張勢安還沒醒呢 你看這個睡姿 今天我朋友帶他兩個孩子 過來看安安悠悠 那兩個小姑娘 說那個這次想過來看看安安悠悠 然後給安安悠悠買的衣服 我行色第一次見人小姑娘也不能那個啥 咱也不能那個啥是不是 所以呢我就給他準備了兩個紅包 這個信封呢 是上次我們這邊華人同胞協會的會長 然後給安安悠悠的紅包 這個特別漂亮是吧 我覺得這是我見過最漂亮的那個紅包了 然後這次見兩個小姑娘 小姑娘都喜歡好看的東西 所以呢我就把這個紅包再次利用 給兩個小姑娘 這個小信封真漂亮呀 真是有心了 大家我周邊的朋友啊 什麼的都對安悠悠悠特別好 上次李會長來專門給安悠悠 準備了兩個紅包 哎呀真是感謝 謝謝